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昨天啊 昨天棋子我怎么说的 昨天我说 台子棋的部分 在今天6月6号 会不会有人断场呢 6月6号断场时吗 我们不就这么说吗 那我说会不会变盘呢 那有没有变盘呢 我们来看看 今天是怎么走的 首先看到这张字卡 好 昨天我因为看到这个东西 叫什么 叫对称压力 因为我看到这个 主力成本线 它整个高度 它并没有拉高 那代表什么 代表多方的气势 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假的 所以我就昨天跟你预告 我说你要小心 你要保守 那尽管拉回的幅度不大 但是如果你方向没有做对 那你目前就卡在那个地方 不上不下的 就会感觉 心情上就会觉得 比较闷一点 那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如果你在盘中 尤其在收盘前 就看到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你可以看到 A指标超盘软体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气势呢 说真的是不强的 那这个地方的一个拉回 它就可能是真的 那你就不会被骗现 投资朋友 你做对了吗 所以其实操作股票 最重点是什么 你要有一个很棒的工具 这个工具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帮助你在高点的时候 你非常的 很迷惑的时候 那你不要去被骗现 你不会去追高 然后在低档 你恐慌的时候 那你也不会去杀地哦 你反而会做多哦 这一来一回之间 这关系到这些年来 你的人生是往上的提升 还是向下沉沦 怎么说呢 好 首先来看到 再次看到这张字卡 这个地方你看到 为何在6月1号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两天的时间拉了100多点 为什么 因为它在5月31号的时候 数据刷到-0.1到-0.15之间 出现了所谓的一个对称支撑 当整个数据刷到低点区附近 那我们就知道说 包括这个地方也一样 已经低点区非常接近的 不要杀地哦 那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攻击呢 当阻力成本线翻红的时候 它就会正式的攻击 那果然呢 就拉了这一段上来 那甚至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为什么拉了一段又一段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 包括你看到这一段 为什么会往上攻呢 因为当整个数据 已经刷到-0.10到-0.15以下了 代表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一个低点区 出现了这个机会 那所以呢不要杀低哦 在昨天你要是看得到这个软体 你就不会杀低 那甚至你会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转折出现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个地方要再攻一段 那这个机会点就是属于你的 所以呢 在股市当中 奇护市场当中 说真的一个很棒的工具 来为我们引导方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呢 这些年来你存折外的数字 比存折内的数字还多 为什么 因为你被骗线 因为你像昨天 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你会去追高 但是我们知道 对称压力出现了 不要追高哦 那整个转折 在这个地方放黑的时候 就会往下杀 那我们就不会去追高 那甚至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第一点区到的时候 不要杀低哦 为什么 因为对称之称出现 转折出现 它就会大涨一段 投资朋友 你用对了吗 所以其实基本上呢 重点是什么 明天 明天到底6月7号 开盘会先拉还是先杀 那就要看它的位置哦 来看清楚 好 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负0.18 负0.18跟这个非常接近 那多方的话呢 也许要组个两个底 到三个底也不一定 那但是呢 主力成本先翻红的时候 它就会先拉一段 那所以你要看 它开盘的时候呢 到底有没有先翻红 那如果有先翻红的话 就会先拉 那否则它会续跌哦 而且这个跌法会很恐怖哦 那所以如果翻红的时候 就会先拉 那到底什么时候翻红 那我想如果说 你有这个软体的话呢 你就非常清楚了 那如果你想知道答案了 不知道到底是 主力成本先什么时候翻红的 我也欢迎你 跟我们做一个洽询 那当然你问我 现在问我的话 我也不知道 我必须等开盘我才知道哦 好 重点的部分是 股票 股票的操作 说真的 我说期货可能你玩的不够多 因为你会怕 对不对 但是股票就不一样 股票如果你有把握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一波好了 这一波 4月17号 操作了几档股票 包括翻本股 三档 还有像你看到的 维新跟硕核 有没有 这五档股票 一路的往上拉 那甚至你看到 在5月11号 我又说 签点行情正式启动 布局了谁 布局了这个叫做 这个PA 叫做功率放大器 你所看到的 穩帽 你所看到的 这个红节科 大涨了 为什么 为什么当你还在想着 我要买什么 或者当你想着说 我到底要不要空啊 你还在思考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 先持得点 已经先赚 两段一个价差 就包括昨天 我怎么说的 昨天我说这个盘 要震荡哦 不要追高哦 背离了哦 那结果今天怎么走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盘 有没有再度的 验证我所说的话 我们看到这张字卡 好 你看到 今天果然往下打了 那今天是 中场是跌20点的 那昨天其实 我没有提醒吗 有啊 昨天提醒啦 在昨天节目第二段 YouTube你去看一下 果然压回来了 所以燕荣老师 当然就不会乱追股票嘛 是不是 不会带会员乱追股票啊 是不是 那所以我每次都是预告呢 真的是每次都像这样子 为什么跟着A指标家族 一起来打拼 你发现机会真的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真的 到时候你发现 你今天是在坐车呢 真的吗 好 4月17号是这一天 4月17号 4月17号是这一天 4月17号 17号燕荣老师就特别说的 破底翻快光万点 这个YouTube都可以验证得到 好 这个5月11号的时候 我说什么 我说温水族青蛙 千顶行情开始 那时候呢我们已经先赚了 三档股票大标了 好 是不是 那我们看一看 4月17号在哪里 4月17号是这一天 是这一天 下眼线这一天 那结果呢 当然是强势股买在这里嘛 茂连啊 不是吗 茂连不是买在这里吗 那甚至你看到的这个 这个4739的康普 买在这里啊 那甚至到了5月初的时候 这里你还在犹豫的时候 我们又买了谁 江星顿 是不是 那甚至到这个地方5月11号 我刚给你看过了 我说千点行情开始了 温水族青蛙比较慢 但是你不要怀疑 当时是这样讲的 那结果5月8号附近呢 大概在这里 买了江星段 对不对 那甚至呢 5月16号跟你邀请的 那个PA族群 包括你看文茂 还有谁呢 还有洪杰科 都是在这个区块去做布局的 那果然如今也开花结果了 是不是 所以我说分析师的责任很重大 当你像这样 这一波500多点看对了 拜会员做对了 而且是买的来坐叫的 那就发现 像这样子上去之后呢 所有的人都是皆大欢喜 都是皆大欢喜 那么你的志愿可以完成 你的理想可以实现 是不是 那但是呢 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真的是功德圆满 老师也有很大的成就感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总是看错方向 明明低档区又空到地板 明明已经在上涨了 每天都看坏这个盘式 每天在放空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害这个会员家庭失和 甚至很多观众朋友 因为错误了这个言论 那么跟着你去放空的话呢 可能就被嘎空 那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痛苦 所以一个分析师的责任非常重大 所以叶蓉老师 每天都战战兢兢 好那生怕哪一天 特贼会害到人 那所以呢 我都非常的努力 那当然重点是什么 努力归努力 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我的方法是什么 好看到这里 叫做倍数获利模式 当时呢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 拉一段上去呢 因为对称之曾出现 就成为我这一次 4月17号的提醒 下引线的低点 已经来到负0.02 到这里了 这叫必胜的 买股票成功模式 当必胜的买股票成功模式 出现的时候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你就发现 这个是康庄大道 康庄大道 它会一段接着 一段一段的上涨 我想这个就是重点 可是当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说 你要去换股 为什么 因为数据拉到前面 高点区附近 那这个地方就不好 那你就要小心保守 要个股表现 是不是 那就像在这个地方 你所看到的 为什么我们要提醒 这个地方会震荡的原因 就在这里 所以股市当中要掏金 你要跟对人 这个人必须具备 什么专业呢 好 我们再看清楚 来帮助你怎么了解 好 当低点区出现的时候呢 要全力看多 这4月17号 不是吗 我是这么做的 那高点区到的时候 要提醒你 要提醒你 这个地方要小心保守 但是换股 还有好的股票 就像目前这个位阶 我也说震荡 还有好的股票 PA族群 功率放大器 水资源 不是吗 凯胜 维新 这些等等 那我们能够在高档区 有本事选到 真正要涨的股票是哪些 所以如果分析师 一致排开的话 说真的 这个专业就很重要了 那态度就很重要了 那千万不要选到 偷懒的 什么叫偷懒 那一路以来的话呢 一路看空 而且一看就是两年 这是最偷懒 他们要把这个高低点 去把它做区分 那么补涨补跌 没有去做区分 这就是重点 一定要选对 所以呢 整个过程当中 包括彥隆老师的一个操作 因为我在市场上 已经超过15年的这个时间 我说目前 其实我从出入行 那一刻开始 我每天在做一个准备的功夫 准备将来很多人跟我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操作 一般会员 特别会员 总统会员 之间交给我 我要怎么带 我都在为这个时刻做准备 那我可以说 如果你现在来跟着我 现在已经到了时机 火候都非常纯熟的时候 该是一个收割的时刻 包括任何一档股票 我都会知道它的位阶 包括这档股票 好 1565的精华 昨天涨13块 今天涨5块 我说分析师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掌握任何一档股票的高低点 一支股票 起90块 你会可以做到多少 变190块 真的吗 好 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呢 因为当时对称支撑 3月2号 3月3号YouTube 我当时说 你买了这个可以买豪宅 因为对称支撑出现 拉上来之后 那么对称支撑就是类似这个位阶 它开要走出身段 那结果拉高之后呢 我在这里出一趟 为什么要出呢 因为对称压力出现 对称压力在哪里呢 来 你看到的位置在这里 那前面比较远的地方 有一个0.11 这叫对称压力 那对称压力出现的时候呢 当然要先卖一趟 卖掉之后呢 在这里又买回来 为什么 因为数字又对称支撑了 在这里呢 我说过 我当时也跟你暗示 多空线我要卖哦 为什么 因为刚刚跌破多空线嘛 拉上来一定是压力 好 这个逻辑关联 只有我懂 所以这里卖掉 那结果在这一天 524到529又买 为什么 因为数据又刷到前面低点区啦 那这一段的话呢 不就又是属于我们的 这样总共啊 三趟 包括实线加这一段未实线的话呢 差不多是190块 能不能够帮助你买豪宅呢 我相信 看看你的资金嘛 是不是 这就是重点 那当然我想很多人说 老师啊 你这样低点就买高点就买 你这点厉害 怎么有可能的 我们跟了很多投顾老师 啊不要骗啦 那事实上呢 我也知道你的心态 所以呢 你来看一看 实实在在 你到抗讯公司去掉 也跟这个一样 一字不差 好 这是我代会员买进卖出的记录 买进卖出的记录 买进卖出的记录 一字不差 好 一字不差 这是最近一次 最近一次的操作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你会发现 检验一个投顾老师 能不能够帮助你 就是这样子检验啊 一张股票 有两个来回做操作 第一点高点做得漂亮 然后持股集中 这就是重点哦 我们找老师就是要这样找 这样知道吗 好 所以这就是重点 所以当你跟对的时候 你就发现 真的股票啊 尤其如果你有正确的工具 你会想说 哇 怎么那么厉害啊 科研啊 涨这么多 为什么 因为对称之称 而且你看当时的郁金光 有威在最近 从二十几块涨到四十八块 都是因为三次的一个底 三次的一个底哦 那所以呢 为什么会知道说 这个股票不能够去杀低 很多人参加头部呢 又空在地板上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能空啊 你就被片线啊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就是等头这个观念 我知道这一个 我当然也知道这一个啊 科研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你说 这个生技股 制药股 它其实是有这个机会点的 好 你看包括像这一个 这个叫稳望 稳望为什么会上涨 因为这一个啊 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主身段的模式啊 主身的模式是什么 就是当数据 创高点的时候呢 打下来之后 它要进入主身段 所以这个位置 如果离这里远一点 它的空间更大 所以为什么 我跟你讲完之后 它一路长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讲的啊 那离这里很远啊 所以长二十九块 意外吗 当然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彦荣老师呢 带领会员啊 说真的 跟你实在是有很大的差异 跟你老师有很大的差异 你那老师可能今天张三 明天理事 每天都在测试 测试什么款股票 买下去我就去庭办 可能买很多很多 然后呢 对了就在测标当中打 甚至做空方向的老师也一样 每天都在测试什么股票 杀最低之后 明天会继续跌 结果你又杀到最低 万一明天你又杀到地板 明天攻上去怎么办 然后对的话 就在测标当中讲 错的都不管了 是不是 那我们不一样 我们知道 一定会涨的股票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持股很集中 然后就买 然后就买 一直都做同一档 就像这一次的这个文帽 就像这一次的红杰科 也就是一样的逻辑观念 所以我给你什么 一个基板的一个模式就是 基板面加产业面 好 让你不要会掉 然后技术线形转墙的时候呢 再去做一个切入 技术线形转墙才来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你说老师啊 我一朝被蛇咬 我十年怕警神啊 我真的怕死啊 那头部老师没参加没事情 哇参加下去 哇 勤劲动散呢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都在试 试了掌停板要到节目上去讲 结果每一个都带你追高 但是我说 如果你跟着彦龙老师 真的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好 你看到很多人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这一波下来不得了啊 好不得了 一赔就 十张就要赔十二万 你就吓死了 但是我在高点区 绝对不会 在这个地方去追高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这个叫高点啊 是对称压力啊 所以你不用担心 目前我认为机会点 当然大盘我不需要你去追高 那可是在震荡的同时 你会发现说 像这个纹帽 像这个精华 像这样的股票 为什么在逆势 我们可以把它分别出来 这就是重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放心 你尽管跟着我来做强势股 因为目前我的技术 我的经验 已经到了这个人生 收割的这个阶段 尤其是带盘 带会员 尤其像我在法人操作 都有很好的一个成绩存在 如果你现在来跟着我 是进入一个收割的这个阶段 所以重点是 高点区的股票 我绝对不会带你追高 因为我一定知道 所以你放心 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 救货员升级续约不断 为什么 因为低档区 我就全力做多 甚至每一个低点区 我都领先带你进场 让你享受做教的乐趣 这个地方先做了这四档股票 在这个过程当中 5月11号又说这个地方的话 签点行情开始 又布了PA族群 文帽 红杰科 那你早来的买低一点 晚来就买高一点 所以你要早来是晚来 所以分析师为什么 可以做得这么棒 因为我的态度 我把每一件事情 都很认真在做 把分析师来做 它不是我的职业 它是我的事业 这就是重点 早出晚归 跟别人不一样 就算假日 那台笔电 也把它关回家 够在电脑面前 因为这是我最大的乐趣 所以如果说 你来找我 我一定 我尽最大的力量来帮助你 而且我的口袋呢 等着一些股票 拉高之后 收割之后 又低点要去做布局 那你放心 那你在这个时间来的话 绝对有机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到现场 谢谢 避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眼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陈通投赋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精神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陈通投赋 拥有股票 期货 双制造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货力 独往独立 陈通投赋 值得托付 赢得2752 5868 陈通投赋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精神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陈通投赋 拥有股票 期货 双制造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货力 无往独立 陈通投赋 值得托付 零八 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身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触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阿姨 阿姨在电池里 快点快点 这要怎么吃吗 谢谢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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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赞 你看 这是阿姨 跟你帅哥 跟他孙子 对 当我们同在一起 分享幸福更easy 善用3C 幸福3T 教育部关心您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这个指数果然压回了 那你可以去这个YouTube 昨天的节目当中我怎么说的 来我们再看一次 好我说这个地方 那么阻力成本线 那么这个注重图往下 叫正乖离缩小 所以我说背离了 昨天是说这个地方的话呢 指数创高点的话呢 那整个主力成本线并没有创高 我说这个叫背离了 那果然压回 那今天怎么看呢 好今天整个主力成本线正乖离缩小 代表多方的气势 其实没有那么强了 但是呢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补涨补跌会差很多 补涨补跌会差很多 那彦荣老师每次跟你讲都会实现 包括你看到上次 我说主力成本线创高点 好那它会先攻两段 代表这个地方的一个指数会拉两段 那这一次我也这样告诉你 主力成本线创高 我说至少会攻两段 有没有 是不是真的在主力成本线呈现两段 甚至到第三段 对不对 所以呢 目前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啦 当然目前是高点 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追高 真的不要追高 但是重点是 还有很多股票 已经做完一个空头循环 就进入一个多方循环啦 结果你还在放空啊 真的措施很多的机会 我觉得很可惜喔 那当然目前我认为补涨补跌会差很多 那目前我聚焦在哪里呢 好 包括PA 软板 水资源 机壳 能源 制药股 这些是我最近会注意的族群 那当然光学股 我仔细看来像 不是全面叠 部分的光学股 部分的光学股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当然这边包括你看到 那么郁金光 我已经跟你谈很多天了 今天是叠九块钱的 前面怎么说的呢 好 那么前面我说这个地方啊 包括这一段很多人一路在放空 在这里全部认赔掉了 为什么 因为强迫回补 好强迫回补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我特别会去提醒呢 因为这个 好 这个叫主跌段 好 主跌段的话呢 数据创新低代表它所对照的低点 必破 好 必破 那会不会破呢 我打了一个问号喔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许像这种形态会不会跌个五成 我说也许啦 好 当然有其他条件配合 那当然不是所有的光学股 我都看坏 好不要空错喔 那某些股票的现行可能像这样子喔 真的喊救命 你必须要自助忍住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好 我想其实目前喔 大盘也许会震荡 但是很多股票在第三季啊 有旺季的效应 我认为有些法人会有所谓的道歉行情 好 我们来看看这档股票叫做违星 从最低点的提醒 果然一路拉上来 有什么跟人调调呢 因为在等什么 这个叫主身段 主身段要由谁来发动 我认为会由外资 外资卖太多了 他会不会回头来回补 那外资 外资要不要道歉 要不要回补 这就是重点 好 那我说过去年的五月三十一号 摩根他调整持股的最后一天交易的时候 南亚科 他两万多张报 六万多张增加了四万多张的大量 那结果呢 当然这一段不是转账丸跌 当时因为美光合并生变嘛 生变嘛 但是后来这一段 他涨幅是超乎预期 那是这个量 那我们看到 在五月三十一号 凯胜也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在对照这个现行 哎 看起来有点像真的 那当然也要等这个 外资的道歉行情是否继续啦 外资会不会道歉 好 外资要不要回补 你看外资卖这么多 这个一买起来不得了耶 这一买起来不得了耶 所以呢 当然燕隆老车帮你追踪 你自己不要乱做 要跟着我的抠讯 好 你看到这个 比如说这个股票 都是买最低的 真的都是最低点附近 叫朔和 一路上帮你追踪 这两天涨了六十块上来 我几乎每一档股票 我带你都是买来最低点附近 有没有 朔和 你是我的忠实观众 我每天来帮你追踪啊 我不像别人胡说八道啊 真的是每天帮你追踪啊 很多股票都是如此啊 你所看到的 像这个维新也是一样啊 每天帮你追踪不是吗 那后来真的长给你看了 但是你看节目 你敢做吗 你不敢 我说你不敢 因为你会怕 你每天听到很多负面言论啊 但是我的会员不一样 因为他有我的抠讯 他知道 燕隆老师的成功率在哪里 胜率在哪里 涨多少 可以报多久 很清楚 所以分清楚 一档股票的位阶 这样的老师就有竞争力 好 你看到没有 都是这样子 都有预告 而且都有抠讯 都有抠讯 一个月的时间200万变258万 你用融资的去做 200万 几乎要翻倍 几乎要翻倍 所以你觉得这个要体验吗 需要会费跳楼大拍卖吗 你觉得这样的抠讯值多少 你自己去斟酌 因为我在这里做多 有人跟我对坐 去做放空 那你觉得 到底这个 这个抠讯的这个价值 应该一样吗 还是应该可以 稍微有点质感一点 好 你看到包括很多股票 好 我都是买在最低点附近 康普也是一样 好 那么20天 100万变190万 100万用现股变135万 融资变190万 是不是 江星段 好 一样 10天左右而已 把100万变146万 最重点是什么 集中持股 集中持股 我的操作就是如此 好 就是如此 所以你看到 包括像 宏杰科 翻本股市的第四档股票 5月16号连续开始 跟你 跟你预约 4天 100万变120万 10天而已 10天而已 那你认为 这个半个月 一个月之后 可以赚多少 所以燕隆老师 每一次都持股集中 都是滴滴的买 每一次都让你买 低点做教 每一次都15天到30天 我们就能够让你的资金 有不断翻上去的这个机会 那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人生如何找到希望 重乐透不可得 跟对像这样的老师 我相信你的人生 真的会不一样 我要树立一个典范 在头顾见 让每一个会员 跟着我们都能够 每天开开心心 能够照你人生的脚步来走 这是我的理想 那很开心 我们已经陆陆续续 朝这个方向在走了 那当然如果你在过去 始终在这个地方做多 赚不到钱又追高 做空老师被嘎空 或是空在地板上的 那这样是你的机会点 请你要把握 好 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预祝操作顺利 谢谢 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